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個沖法 這沖法它是針對這個三陽的T型濾杯 這個濾杯其實來頭蠻大的 當初是由日本的咖啡之神 當然日本很多咖啡之神 其中之一叫做田口護先生 他跟三陽這個公司一起研發出來的 所以算是非常厲害的一個T型濾杯 也是目前學長唯二會使用的T型濾杯 我一個就是喜歡用波朗鍵掃 塔利塔波朗鍵掃 第二個就是喜歡用這個三陽 那這個顏色是目前學長跟三陽合作的款 叫做昭和奶油 非常的漂亮 那這個濾杯的特徵就是它的流速其實非常非常的快 那在某些沖法上它甚至可以跟V60一樣 這依學長來說大概在兩分鐘之內就可以搞定 那這個濾杯其實它在整個流暢度 它的排氣的流暢度上面 我真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厲害 在各個濾杯裡面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我蠻喜歡它的 然後它的特徵尤其是在飽滿度上面 它會比V60或是一些追尋濾杯更容易有口感 更容易喝起來的扎實一點點 所以如果各位想要投資一個T型濾杯的話 三陽這個濾杯還是蠻棒的 那我今天要介紹這個沖法 它其實跟各位有沒有聽過4-6這個沖法 是有一點點類似的概念 所以它的操作上面甚至比4-6還簡單 尤其是當它套在三陽T型濾杯的時候 它的風味的表徵是跟4-6有類似的調性 但是在操作面上比4-6還要簡單 因為它是T型 T型濾杯下面就有這個 有看到嗎 這一條止水線 所以就可以比追尋濾杯相對來說穩定度更高一點點 所以以下我就會介紹兩個沖法 概念都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會有一點點差 一個是更扎實一點點 一個再更清爽一點點 兩個我都覺得大家可以來試試看 OK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我們的沖煮教學了喔 那我們就先來示範 這個沖法叫做鑄滿沖法 簡單說就是把濾杯這個水鑄到滿 概念上面我們分兩次來做 第一次是分4次 第二次是分5次 那分5次就跟4-6沖法有點類似 就是60-60-60-60 那分4次就是75-75-75-75 就是用20克的粉 然後目標是300 除以4或除以5 OK 那這兩個風味呢 待會學長會跟大家講它的差異在哪裡 好 那首先呢我們先來 準備一下 濾紙呢我今天用的是 沒有漂白的喔 黃色濾紙 所以這種濾紙呢 我們就要先過一下水 我平常都是用有漂白的啦 順便示範一下 那我們今天使用的魔鬥機呢 是栗紫的C3 新的魔鬥機 那我用研磨度呢是17 跟我平常手沖比較起來 差不多 那如果你 不太好 沒有很熟的話 也可以稍微出一點點 但你不要出太多 一點點就好 如果是V60的話 也差不多這個研磨度 好 然後拍粉 然後這個沖法呢 非常的簡單 好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 那你第一次給75次一次 然後當然留到 二分之一的時候呢 再給第二次 就這樣子 OK 好 準備開始 Time 按下去以後呢 中間給老全 讓我的粉呢 內外均勻的吃到水 你也不用太care 就是中間多一點 然後75 少一點點 75CC的時候呢 就讓它稍微留一下 好 大概你覺得 欸 我的水呢 油量一半多的時候呢 就可以進行第二次 好 踩踩一下下 好 第二次 好 全部留完 第二次一樣 中間多一點 好 一樣給75C 就到150了 好 你會發覺說 你的濾杯滿滿的 OK 那一樣齁 第二次等到 它留到快 一半的時候呢 我們再給第三次 那這個 為什麼這個沖法呢 是可以成立的呢 因為T型濾杯呢 它其實 它的流速控制呢 還是蠻好的 好 第三次 75 到225 好 它的 它不太會因為說 我的斷水速度多 它就塞住了 所以呢 它的流速是 相對來說是蠻快的 可以看到齁 我每次給這麼多C速 但是給完以後呢 它都蠻快速可以流完 但越後面 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 流速的差異呢 前面兩次呢 主要是在做香酸 後面兩次呢 主要是做甜Body 好 第三次 第四次 一樣 流到一半左右的時候呢 再給 75C 好 300 OK 收完 然後最後一次 流速會稍微慢一點點 但這就是我們要的齁 因為我們希望它能夠 可以做出尾巴多硬的Body 然後前面兩次流速比較快 後面兩次流速稍微慢一點點 就可以做出甜Body 那這也是 這個T型濾杯可以做的而已 如果是一般的追型濾杯的話 前面第一次你給這麼多C系列水的話 它很快速就流完 這樣子風味呢 就容易前面空空 後面太厚重 就不好喝了 好 1分55秒左右呢 我就四次萃取完畢了 這個就是一個 風味喝起來很均勻 而且真的很簡單 你只要給水的時候 正中間多一點點 外圍少一點點 順順的往內外繞齁 然後分4次給 基本上就很好喝了 香酸 甜Body 四個風味都有 而且這個喝法喝起來 是比較圓潤一點點的 而且中間不再會有斷層的感覺 因為它畢竟中間沒有流完 就去給下一次了 那這種沖法喝起來 會比較容易圓潤 那這樣的分4次 整體喝起來 會稍微清爽一點點 那如果你想要喝起來 更扎實一點點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5次斷水法 就是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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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OK 那我們就進行第二次的示範 好這次呢分5次齁 那一樣也不用特別做悶蒸 然後就是正常給下去齁 中間多一點點 外圍少一點點 正中間 好 順順往外繞 中間多一點 然後做到120-60 到這一段呢 流速都要是很快 可以看到 我水下去以後 很快就要流掉一半了 那就是做酸尾組啦 所以就可以做出比較Balance的風味 好 差不多流完以後 第三次 好 正中間 給多一點 給到180 一樣是給 好 多了一點點沒關係 差不多不會差很多 好 從第三次開始呢 流速慢慢的會往下降一點點 那這也是T型律背的特徵 OK齁 流速當然會降 但是呢 它的整體流暢度還是很好 所以就不用擔心會有苦味的問題 第四次 到240 可以看到油脂都被我脆出來了 所以很漂亮 好 第四次明顯 又比第三次再慢一點點 好 第五次 正中間開始 好 往外繞到300 OK 完成 然後第五次呢 當然會比是裡面最慢的齁 所以就可以做出很足量的Balance 那這兩種手法呢 其實都非常非常簡單 而且也非常適合 就是T型律背的初學者齁 如果你不太會用的話 用這個呢 整體的風味 都很好 而且很簡單 幾乎沒有太多失敗的可能性 喝喝看它的差異性齁 這個是分五次的 它的調調呢 會跟四六法則是有點接近的 這支豆子呢 焙度稍微深一點點齁 大概是中焙 偏淺一點點齁 所以整體喝起來 四次的當然清爽蠻多的 那這一個呢 就非常的紮實 五次就非常的紮實 那它的調整點呢 其實也可以稍微做調整齁 如果你研磨度 希望再清爽一點的話 研磨度可以再調粗一點點齁 那就可以從四次裡面再做清爽 那整體的風味喝起來呢 是均勻飽滿 而且呢 酸甜都會有 所以是一個很適合初學者 或是說你很怕失敗 或是說你的你們家的家人呢 可能沒有辦法做這麼多研究 給水比較沒有那麼穩定齁 常常忽大忽小的 其實這個手法呢 是幾乎可以克服這些忽大忽小的問題 比較不需要練功 算是一個蠻防呆的一個手法 OK 好 那今天關於三陽性濾杯的教學就說到這邊 駐版手法呢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試試看喔 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了 掰掰